蒙古帝国是地史上领土连接最大的帝国 是一个很远欧亚的超强大国家 蒙古人在全盛时期曾发动三次西征 征服了人口数百甚至数千万的大帝国 有西夏、西辽、花辣子摩、金朝、南宋 以及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阿尤布王朝等 这一支蒙古大军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 蒙古只是一个游牧民族 人口不过60万人 军队顶多10万上下 文化也不高 是怎么很少欧亚大陆的 如果直接讲解太闷了 我们就以老本行C帝国来讲解吧 先来看看农更文明中国人的开局 两块果树八块田一堆小动物 树木就在旁边 还有鱼可以捞 中国人丁兴旺过得相当安逸 军队与村民是分开的 农民生产力高 军队战斗力不强 是一个喜欢种田的玩家 接着蒙古人开局在鸟不生蛋的蒙古高原 生存环境差资源少 开局什么都没有 你说种田总行了吧 不 蒙古人的科技也没有田 有的就是牛还有羊 为了放牧还得经常搬家 且天气一冷全死光 所以这里的村民相当耐操 有着刻苦耐劳的民族性 血量与攻击是中国村民的两倍 且蒙古村民3岁会骑马 5岁会射箭 体格相当健壮 这样培养出来的战士 对日后战争有很大的帮助 蒙古是居民合一的社会 只要圣诞村民那么就是战士 动员令一下来 马上变成马公寄兵 马跟弓箭本来又是他们平常吃饭的家伙 不能作战的男人或是女人 平常便是从事后勤不忌 负责管理家畜 制作的弓箭武器调教码P等 等于整个社会都在为战争做准备 在草原上的作战方式就是射箭 蒙古的复合弓有效射程接近300公尺 战斗使用两种弓箭 一种射得远但杀杖力小 一种短距离但破坏地大 通常蒙古人会各带30支 平常没事干的时候 蒙古人的娱乐就是打猎 而打猎就好比一场军事演习 不知不觉军事经验也提升了 也因为蒙古军队通常比敌人的数量少 战术选择上不喜欢和敌人刚正面 喜欢强调部队的机动性 一位蒙古鸡兵至少会带3匹马 一天可以行军80公里 那种敌人很难预料与防范攻击 例如蒙古军队常常无缘故出现在家门口 接着大肆屠杀 哪里跑出来的不知道 即使战胜蒙古人要乘胜追击 往往也追不到 因为马俄耐力没有人家强 蒙古是游牧民族 自然对身材器具十分熟悉 作战方式也是围绕着马俄规划的 蒙古人在战斗前会先勘察地形 算出战马奔跑极限的距离 在适当的距离上布置蒙古重机兵 战斗中先释放出轻机兵骚扰敌方主力 吸引敌方机兵进入重机兵的突击范围 如果敌人不上钩就多次勾引 直到敌人追击为止 由于敌方机兵在追击蒙古轻机兵的时候 战马体力大量消耗 面对蒙古主力重机兵的冲击 就很容易被击溃 蒙古人的战术是围绕着马能力的考量 非常科学化的管理 一支典型的蒙古军队 中机兵大约占40% 擎机兵60% 而冲击敌军主力的是中机兵 左右胜负力的是中机兵 事实上蒙古机兵无论任何时候 都无法一对一的战胜欧洲重甲机兵 欧洲机兵不管武器还是脚下的坐骑 都比蒙古人来优秀 不过靠着优秀的战术 总是能以少甚多 为了对应蒙古的打带跑战术 蒙古人的侦察机兵特别的强 视野特别的大 敌人的一举移动都在蒙古赤猴的掌握下 有了钱包优势 在战场上更能无往不利 因为蒙古是有牧民族 每逢春秋之际就必须收拾蒙古包 往水草肥美的地方移动 这一个时候最怕别的部落趁火打劫 所以特别重视侦察 这一个技术也用到了战场上 在作战前可以知道敌人的部署 军队休息的时候 可以确保军队水源与深处的安全 等于是半开了眼 蒙古也非只是马上民族 蒙古勇士再猛蒙古马再强 也不可避免能遇到攻城战 但蒙古人在征战的过程中 吸收了点人的攻城师 逐步完善攻城装备 蒙古人靠着中国云木司令工匠 建造出了大量的弩炮、投射车 还有云梯等各种攻城武器 其中最著名的是魂回炮 是一种大型投射机 南宋靠着长江天险死守着襄阳城 最终也是被魂回炮所攻破 在冷冰期的时代 对于从未见过火器的敌人来说 是有巨大心理震撼作用的 也因为蒙古人少为了减少兵力耗损 蒙古军队会在占领地直接招募军队 刚立村民或是投降的士兵 会直接变成蒙古的步兵军队 作为下一次攻城战的炮灰 不过这类的炮灰通常很弱 南宋的几十万强军 也被忽必烈丢去日本送死 还有当时的国际情势非常有利于蒙古 蒙古开局的时候 东西方各国内乱、外汉贫穿 都武力对靠蒙古 南边的中原王朝 今、西夏、南宋虽然都是帝王时代了 但因为长日间的户欧国力衰退 西方的东罗马、阿拉伯帝国也面临着各种问题 因为人少,蒙古将领会起立的避免伤亡 除了野战使用打跑战术外 攻城这种麻烦的事就会使用文攻武嚇 投降不但全人可以保平安 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利益 如果不愿意投降 沉破以后蒙古人一定会大屠杀 而且是说到做到 最早投降的维吾俄人 就变成了创业伙伴 跟着蒙古人吃香喝辣 但蒙古人最强的还是后勤不济 才能支撑蒙古军队的机动性 要打仗就要先吃饱 来比较农更为民与蒙古人不同的吃饭方式 农更为民的士兵平常就是农民 一般农民哪吃得起肉啊 都是吃素、盗、麦等杂粮 这些东西需要大量的人力去运输 所以后勤补给大队 人数还比正规军还多呢 且这些巫古杂粮所提供的热量 绝对比不上肉类 更麻烦的事还不能生吃 需要准备锅碗瓢盆、埋锅造饭 光是士兵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 后勤队伍又都是老若残兵一群杂鱼 整个队伍又弱又长 不但拖累行军速度 更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历史上的多次战斗 就是粮草之重被偷袭而失败的 那蒙古人怎么不记得? 根据记载 蒙古人的主食是乳酪 饮水则靠麻奶 蒙古独特的肉干也是秘密武器 都吃完了也有新鲜的食物来源 蒙古人会将牛奶酸化凝固 隔离出奶油后 经过装模硬化量干的步骤做成奶酪 奶酪也称为奶豆腐 营养价值高 只要吃一块就有饱足感 也容易保存与攜带 饮水则和麻奶 蒙古马其貌不扬但是耐操 实力地鞋能力也强 无论怎么样的草料都可以消化 恶劣的环境也不影响体质 蒙古战士后勤能做到的自欺自足 不会被后勤所拖累 新鲜的肉食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随菌的牲畜 蒙古大军出生时 也会有大量的牲畜随菌而行 那么新鲜的肉食自然可以供应 如果吃完了 也可以利用狩猎来取得 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都可以成为蒙古人的食物 除了饱餐一顿外还可以活动筋骨 此外蒙古人还有一项秘密武器 就是风干牛肉 蒙古与BOSS就是指风干的肉 是结合了蒙古高原的气候 与蒙古生活习惯的产物 是一种特殊的胭脂肉类 通常会把新鲜的肉切成长条 挂在蒙古包的屋檐下 以此风干到完全没有水分 然后一层人的压在皮囊之中 一头利用足以让一个蒙古兵吃一周了 古代的蒙古人 光靠肉干就可以长途旅行三个月 简直是古代版的压缩军粮 不过这玩意没办法直接吃 还是得靠水解压缩 需要饮用的时候 会拿出一点肉干泡在水里 等变成一碗牛肉汤后才能食用 蒙古肉干是配上好的醒菌甘粮 方便期待又可以充饥 不过若是遵循古法座的蒙古肉干 现代蒙古人大概也吃不下去 因为口味不好 现在肉干当然不是陈其思汗的菌粮了 已经变成了过年过节的最佳伴手礼 在台湾想到的伴手里就是快车肉干啦 遵循古法的40年老字号 多年来坚持手工现烤 先说一个我特爱的点 这个快车肉干的包装大多是独立包装 吃起来不粘手、好吃又方便 快车招牌、杏仁香炊肉籽 平均每片要花1.5个小时放成制作完成 最薄厚度仅0.1公分 薄到可以透光 吃起来爽脆香酥 包装的时候需要人工一片片的假入特制的PC盒 以仗第一破碎的状况 还有1公分厚超过瘾的招牌特厚猪肉干 这一个猪肉采用的是最新鲜的猪厚腿肉 饮量照180天的家传古早味酱油腌制而成 真空按摩后高温烘烤 厚度、熟度、色泽虚同时兼顾 火候拿捏成的夺门技术 为了提升保存奇效及坚固品质 更采用真空的包装技术 方便期待与分享 蒙古人就是没有真空技术嘛 另外受顾客欢迎的还有一款 月见自烧猪肉干 鱼露成分又烟熏过 独有的香气令人久久无法忘怀 讨喜的埋怨形状 象征圆满更是送礼的好选择 快车肉干是过年过节必买的伴手里 坚持每日手工献烤 厚度、熟度、色泽同时兼顾又不油腻 可以大坏朵鱼同时享受轻肉食主义 快来试试看吧 快车肉干做到了蒙古肉干要求的便利性 不过又兼具口感 如果蒙古新鲜代的是快车肉干 或许可以一路打到大西洋吧